那么当时那个地区呢 是在这个畅导全民养牛 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呢 他就领导来的时候 他让老乡们把牛啊 全都轰到这个主路的两边 好家伙 这个你走在路上 你就看那个牛是熙熙攘攘 闷闷直叫 那么这种在水泥地上 种庄稼的这种荒唐事情呢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他从这种反面的势力呢 来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呢 这个在县乡村这一级啊 我们国家的这个农村土地 用地占卜平衡制度 目前呢 仍然给他们 一很大的约束性的压力 如果他完全没有 这种制度压力呢 他也犯不着 在这个水泥地上去种庄稼 那么要改变那种 杜绝这种荒唐事呢 我想也没有什么捷径 也就是三个笨办法 但是很实用的笨办法 一个呢 是他的上级领导 这个不能睁一只眼 对一只眼 要明察求豪 第二个呢 恐怕是要这个 有更多的制度性的 约束的办法 而不能仅靠这些上级领导 来检查或者抽查 第三个呢 就像这条新闻所反映的 我们新闻舆论的监督要跟上 那么我想这个 我们国家啊 确保18亿亩土地的 耕地的这个红线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策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这场抗旱斗争呢 又再次说明 稳定耕地面积 确保粮食安全 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是多么的重要 这件事情就再次提醒我们 一定要想更多的办法 让这个18亿亩 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数字 而是实实在在的耕地 好 谢谢杨先生 看样子这样的荒唐事 其实不仅仅是 先干部单独就能做出来的 稍后呢 是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版权局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委 8月开始实施 2009全国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专项行动 将利用四个月的时间 围绕网络影视传播 文学网站 网络新闻转载等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制度行动 近期 广州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规范自由材料权的规定 希望最大限度的压缩 行政执法者手中的权力空间 有关负责人说 据此规定广州有近万项 行政执法行为 需要进行相应细化规范 预计明年三月 广州市各行政部门 将统一出台 更具约束力的规范标准 多家机构的监测显示 上周上海楼市成交价格 与前一周基本持平 均价逼近两万元大关 但进入八月以来 成交量下降了三成左右 市场观望期的浪厚 云南省公务员考试 昨天开考 15万多人参加了考试 参考人数比去年增加三万人 平均竞争比例达到21比例 四川省广原市维修家户校舍 130.17万平方米 已经全部完成 新建学校中 有260所将在9月1号前 投入使用 85%的学生开学时 将进入永久性校舍上课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负责人22号表示 因获悉 美国控制组建有限公司CCI 向包括该公司在内的9家中国公司行贿的消息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已对此展开调查